吴女士家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今年6月份装修好的9月份入住 10月初第一次使用家里的一托三中央空调 那个10月1号2号的时候贴特别热 所以打了一下空调 谁知道这个空调有问题 主卧打不起来 次卧能打起来不过不太冷 吴女士介绍 空调是在苏宁易购杭州庆春路店购买的 日历牌花了将近3万块 外包装说明书都在其他的房子里 发现空调有问题后 他在网上搜索了日历空调的客服电话 10月7号左右上面来维修 他说你这个空调 他说没有那个条形码 这个空调他说你可以直接退货 他说修不了 马上就打给 就是买给我的那个机器的那个 就是音乐员 他说他找的师傅 他说没有上门来过 他说你是哪里找的 我说我是百度上面 你们热烈客服找的 吴女士说 销售人员得知情况后 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对机器进行了检修 还更换了部分零件 后来说是要更换整个外机 不过他对这位上门维修人员的身份 有些怀疑 外机那两块两块白给我拆下来 包括这一块白也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他也不试 不试机 直接说他说你这个外机没有用了 他说我给你来换一台新的 他说我说你光是拆零件 那我后来跟盈业也说 我说你派来的到底是什么维修人员 我怀疑他的身份 应该听谁的呢 记得看到 吴女士家这台空调外机名牌的生产企业是 江森自控日立空调五湖有限公司 记得先联系了吴女士之前拨打的客服电话 江森自控日立空调 这边是联系你们这个售后话码吗 那这个地区不是我们这边服务的 我们这边是负责是我们公司生产的这个空调 您这个空调应该是上海日立负责的 那您这边可以拧下您当时购买的经销商 问一下具体的客服热线 这位客服的意思是 他们这边是青岛日立的售后 吴女士家的空调应该找上海日立 记得了解到 国内有三家日立中央空调企业 客服提到的青岛日立和上海日立 属于不同的合资公司 没有隶属关系 记得又找到当时销售的苏宁一购杭州庆春路店 门店正在装修 销售人员出面介绍了情况 我们当时是后来联系了我们的那个上海日立的售后 然后售后说他们没有接到这个顾客的报修记录 然后后来是我们那个徐经理跟那个售后跟公司联系 说应该他联系的不是上海日立的那个售后 然后我们跟他说报修 他说不需要我们上海日立的售后上门 说他报修的那个日立公司跟他说 这个机器是没有条码是可以退货的 就是没有条形码可以退货 然后后来我们是了解到这个机器 当时安装的时候是有条形码的 我们是归档的 是不影响正常保修的 是吧 他如果是联系了我们上海日立 我们上海日立是不影响正常保修的 然后机器名牌上面也有出厂日期跟编号 也是可以正常保修的 工作人员介绍 10月份他们一直在跟顾客保持沟通 也把更换的空调外机送到客户家中 但吴女士还是不认可 他认为这个机器是假货 因为有人跟他说这个机器非正品 我们跟他解释了他不认可 他到现在为止 他一直都认为这个机器非正品 我们也跟他说了 如果说非正品 他可以自己咨询上海日立的售后 是吧 部长为什么是里面两个卧器不治呢 这个是外机是现在是目前是有问题的 当时是想着给他换个零件 看看能不能好 后来是发现还是不好 后来当铁当场就同意了 不行就给他申请换个外机 他又不同意 他觉得是要销毁证据 这个是他个人认为 我们当时换板是因为发现不好 先换个板子试一下好不好 吴女士还是心有怀疑 打算走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1818黄金一眼记录报道 对不起 各位小学 additions 我最后给我们拍照 翠达 小学member